很少人呢 我等他嗎 哎呀 今天我們要討論作文 因為上了經期上了理解文也上了古文 就是輪到作文的啦 國興國宏終於放正常的照片了 不再是你 不是這個文啦 不是這個 還沒有上古文 下星期啦 國興放什麼 無納卡照片 其實上個星期我判了指給你們嘛 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做準備 所以我們就上作文 上下個星期再上 上次Livia跟懷恩沒有來嘛 所以我們沒有拿到那個練習值 寫作文啦 很多都是說明文啊 議論文來的嘛 都是論 都是上次討論什麼 關於要怎樣正確使用網路啊 要成為好的網民啊 要怎樣培養個人修養啊 這些都是議論討論的嘛 可是這個題目就叫 孤獨的老人 就是你要寫繼續文喔 寫故事的 寫故事內容的 不是寫我們要講照顧老人 要不要照顧老人 講孤獨的老人 來看 對 題目 已經講了喔 它是繼續文來的 就是要發揮你們的想像力 寫故事啊 寫作文啊 你寫一下 你描述一下 你所遇到的一位 孤獨老人的生活遭遇 你遇到的一位孤獨的老人啊 這個老人 可能是 你的公公婆婆 爺爺奶奶 或者是你的鄰居 也不一定 只要他是孤獨 你覺得他很孤獨 就可以了 懂嗎 懂嗎 然後 老人咧 怎樣多少歲才算老人 六十五歲以上啊 我去找了資料 那邊就講是 六十五歲以上 就是 就算老人了 所以是五十歲啊 他可以算是uncle auntie 或是老人 老人是 六十五歲以上 然後我們國家咧 我們國家的政府規定喔 六十歲 我們工作到六十歲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 六十歲 你做到六十歲你就要退休了 沒有可能希望 一個老人 做到 七八十歲了嗎 那個時候他可能連走路都有問題 你還希望他工作咧 所以六十歲你就要退休了啦 所以六十五歲 就算一個老人了啊 因為題目是叫孤獨的老人嘛 所以提到孤獨的老人呢 老人很孤獨的 所以 我就聯想到這個 獨居老人 你知道什麼是獨居老人嗎 你們知道什麼是獨居老人嗎 寫一下啊 你在checkbox啊 你覺得 什麼是獨居老人 我睡聖經 寫一下啊 什麼是獨居老人 有一個人忽視很大聲嗎 一直 有聖經 什麼是獨居老人 什麼是獨居老人 你不要跟我講你討論些多 來 我不要點名啦 快點回答一下 什麼是獨居老人 什麼是獨居老人 Lunly old men Lunly old men 還有咧 還有咧 Lunly old men Lunly old men 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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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貓水花鼠 看下有誰 因為我不想點名 國神你放誰的照片喔 這麼一個 出來的 女生 放些奇奇怪怪照片 中文會放那個照片好像很Q這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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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宏寫什麼school teacher 也是你覺得school teacher是獨居老人 哪 分居老人 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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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独居老人,因为那个屋子里面只剩下老人居住 就叫独居老人 所以它是指单身一人或者是夫妇二人孤独居住的老人 单身一人或者是夫妇二人孤独居住 所以那个家里面可能是只有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夫妇都是老公公老婆婆 公公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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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 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或者是两个人 他会自己一个人住,他独居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上偶,上偶就是指 他的另一半去世了,他就自己一个人住咯 他另外一半去世了 或者是他们没有后代啊 没有后代,没有孩子的,只有两个 爷爷,就是爷爷奶奶两个 老人没有后代自己住,或者是 子女去住在他住啊 这个是,他的孩子 这些老人的孩子住在其他地方啊,就留下 老人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很多年轻人 就是 好像 像我们住在KL嘛,我们是吉隆坡人嘛 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奶奶也是在这边 我们工作读书也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会比较常看到我们的公公婆婆嘛 公公婆婆爷爷奶奶 可是如果 如果你是住在 你想想一下,如果你是住在 佩拉 葛大 葛大 玻璃室啊 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这些地方哦 跟吉隆坡比起来 就没有那么繁荣咯 工作机会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然后年轻人呢 工作的时候哦 希望赚多点钱嘛 可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嘛 所以很多年轻人哦 然后大学毕业了啊 就来KL工作咯 然后他们来KL工作后 这些他们的爸妈怎么办 就留在 就留在那边咯 所以久而久之呢 如果很多年轻人都是为了工作 而离开家乡 来到吉隆坡工作的话 这些 他们的 他们的家乡哦 就只剩下老人而已 如果你想象一下 如果那个村里面啊 全部都是老人 你会怎样呢 就是一个 毫无生息 没有活力 的一个地方 这样 OK 我有看到 我 有看到 我 之前看报纸就有看到 在马来西亚 真的有一个地方 那个村子 不是很大 它是一个小村子 然后那个村子里面 基本上都是老人而已 因为那些年轻人全部去工作 只剩下老人 然后就会 那个村子里面 那个村子里面 就只剩下老人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村子里面都是老人的话 其实就 很惨一下 因为大多数的老人 我刚才已经讲了啦 60岁就退休了 然后老人是65岁以上 就算老人了嘛 所以这些老人都是没有工作的 就没有钱咯 我不懂你写什么 这些老人就没有钱啊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小村子 全部都是老人 他们可能也没有很多很多钱 所以老人可以去买生活用品 这样 然后也不像你们这样 哎呀可以时常去玩游戏啊 就去shopping喝茶 这样 老人就比较少 这些娱乐活动 所以整个村子就会变得好像 很没有活力 然后 所以这些就是独居老人 所以这些就是独居老人 OK你 我们来看一下 独居老人 OK他们自己一个人住 会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自己一个人住 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的 来想一下 然后写在chatbox 跟我讲一下 他们会有怎样的问题呢 老人 自己一个人住 自己一个人住 家里只有老人 他自己一个人住 会有什么问题 来 来写一下 啊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用讲话 如果你不要打字 可是如果你害羞 不敢讲话 你就写给我咯 不要改名字啊 我还没有 点名的 等下 结果要突然间进来 他讲这个谁来的 要我点名咩 快点啦 你觉得老人 自己一个人 独居老人 会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来快点写一下 很多问题 蛤 很多问题 怎样的啦 老人跟年轻人 比起来 他们 更容易遇到 什么样的问题呢 什么 OK 问题 你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 你没有工作 你会有怎样的问题 你自己一个人住 你没有 蛤 在家里看西 在家里看西 你一个人在家里看西 你会觉得闷的嘛 你一整天一整天看西咩 然后你每一天 365天都在看西 你会闷的嘛 漂亮 OK 这些老人是没有工作的吗 没有工作的话 就没有什么 快点 有钱咯 没有钱 所以他们会有 还有这个 他们是退休人士 所以他们会有 经济收入的问题啊 他们没有钱的 如果是年轻人 你还可以去做工嘛 可是他已经老了了 没有办法工作了 有 有 买什么卖 那可能要早期 准备材料 都做不到很好 当然也不是啦 还是有很多老人做工 卖的东西很好吃 可是就 他们跟年轻人比起来 那个经济收入就会来得很低哦 所以工作哦 所以为什么工作要存钱 就是你老了 你退休的时候还有钱可以用了 不会至于到没有钱要流落街头了 可是你存的这笔退休金哦 总有一天会花完了嘛 因为你没有工作没有钱 没有收入进来 可是你又要花钱去付水电费啊 买吃的啊买食物这些 也要花钱的嘛 所以你的钱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嘛 所以这些老人哦 他们因为收入来源很低嘛 所以他们就要省着用钱哦 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花费 足够缴水电费 可以让到三餐温饱就好了 老人出来会有钱的问题还有什么 老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怎样 因为他们老了嘛 老了会更容易怎样 精神代谢减少 会更容易怎样 老人会比年轻人更容易生病啊 身体状况会欠佳 就是很差咯身体 如果你身体状况很差 就是老了嘛 你的敏捷度也没有比年轻人好 不可以像年轻人这样跑得很快 走路很快 可以驾车 老了就是很 你老了哦 你的身体就比较虚弱的嘛 骨头也比较脆 如果你年轻人你跌倒 就是哎呀 跌倒了 你就可以马上爬回上来 可是如果你老了哦 老人跌倒哦 是有可能会骨折啊 或者是造成死亡啊 是蛮很严重的啦 因为你老了 啊 人不一样 不一样 别早就很难起来哦 最老了 最老 最老人要更 要更花心思去照顾老人 因为他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嘛 对啊 所以老人会缺乏生活治理的能力啊 不能好好照顾 就是他可能连做家务也无法做到这样 可能啦 因为他已经老了嘛 你没有可能要老人大扫 爬上爬下窗口 扫地这样 他可能打扫房间 他都觉得很累了 对啊 然后这些老人呢 因为他是孤独居住的嘛 然后他会面对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孩子不在身边 怎么办 这些老人 你们没有 这些老人哦 很惨哦 如果自己一个人坐 跌倒了啊 也没有人扶他起来 他可能就要自己 慢慢艰难的爬回起来 或者是他生病了也没有人知道 如果是你们 如果是你们生病了 你们还会可能自己去看医生啊 然后回来吃药 睡觉 可是如果老人生病了哦 他不一定可以走到去 医院或者是驾车 没有可能 比较少 就很艰难的去医院看医生 这样啦 他在家跌倒了啊 受伤啊 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 他必须自己去解决 很惨的咯 如果你在家死掉了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七个人住 然后因为儿女不在身边 老人也会无法适应外界的变化啊 就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很 不会马上cash up到 然后他也很难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用的电话 不是smart 会有老人用smartphone啊 可是更多的老人哦 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啊 用那种以前暗的电话的 Ki3310 用3310啊 因为smartphone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先进的东西啊 他可能连拍照他也不懂要去哪里按 拍了照也不懂要去哪里看这样 就不会咯 所以他们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 如果家里有年轻人啊 他可能 如果你的家有公公婆婆啊 他看到你用电话 他可能会好奇 然后他就会知道一点点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人住 没有你们在家 然后外面 可能换了多少带电话 他也不知道 然后遇到状况也会没有人知道咯 跌倒了也没有人知道啊 受伤了啊自己跌倒手流血 也没有人知道 很惨啊 所以呢 独居老人就必须要自己独自承受经济 健康还有心理问题啊 就是 他可能一天也没有吃得很饱 因为他没有钱 他要省着用 然后健康他也是要自己承受咯 如果他生病了啊 他就算打电话给他的孩子啊 可能他的孩子在很远 可能他的孩子在KL 如果这个老人在Jorho 那个孩子啊 如果我要马上赶回去看他的 看 这个老人啊 也要驾车四五个小时 或者是五六个小时才到 到那个时候 那个老人不容易流了血干了 就是 他必须要自己承受这些健康问题啊 没有 孩子没有办法马上回去看他咯 他有心理问题咯 因为自己一个人住嘛 整天困在家里面 就好像你们MCO这样 困在家里面不能出去 可是你们还好啦 可以玩电话上网 可是老人不会嘛 老人不会这些 那就可以怎样 自己在家咯 看报纸咯 报纸给他翻到烂掉了 一天可能才过了半天而已 就是很孤独的咯 自己一个人 然后他们心里承受的那种寂寞 是我们不能明白的嘛 我们没有承受过 所以 才讲我们要有同理性啊 你要去理解 你要去理解一下 为什么老人会这样 他可能是有原因的咯 然后因为他必须要独自承受这些这一切嘛 他就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没有人来看他 所以独居老人就会延伸到孤独死去的问题啊 所以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嘛 所以他去世了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的 甚至可能也没有人知道 这个就叫孤独死哦 孤独死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需要被基督重视的问题来的啊 因为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地方哦 那些老人哦 全部自己死去没有人知道 你听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觉得好像很奇怪很不好这样啦 所以孤独死去指的就是 这些独居老人啊 这些独居老人哦 全部他自己一个人 凄惨的死去 偶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住嘛 他没有出去交朋友那些这样 所以他可能去世了很久 那个尸体烂掉了 才被发现 因为你尸体烂掉了 会有那种味道的嘛 然后邻居就会闻到 这么有奇怪的味道这样 从隔壁船飘出来 就去报警咯 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现 哎呀 隔壁的那个老人已经死掉了 这样 或者是 呃 老人可能也是会一起去喝茶的嘛 如果 老人一天没有去喝茶 可能他的朋友不会觉得怎样 可是如果你连续几天 你都没有去喝茶 然后朋友就发现了 哎他很久没有来了咯 不懂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就是过了很多天才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就是 就是你 就是 那个老人 那个孤独老人他去世了咯 也没有人知道 就是 因为家里没有人嘛 孩子不能第一时间就知道 自己的 爸爸妈妈发生什么状况了 而且 这些去外地工作的 孩子 也可能不是每天都跟自己的父母聊天 讲电话的嘛 他也 就算他的 父母 去世了 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可能会一个星期后才发现到 哎呀 我的爸爸好像很久没有找 他才觉得奇怪这样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很久了 就已经挽救不了了咯 所以孤独死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来的 所以这个会成为 独居老人难以愈合的伤痛啊 他这样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 这么多年 然后 又自己这样孤独的死去 死了 死之前也没有人陪伴 是很伤痛的一个事情 你想象一下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老了哦 你老了七八十岁了哦 你孩子 去工作 然后 你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面 很惨哦 你不要跟我讲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啊 可以玩电脑游戏 可是那个时候你也连 抓那个Mouse按Keyboard都没有力了啊 现在想要玩游戏 所以这个会成为他们难以愈合的伤痛 OK 然后 呃 人很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哦 然后这些老人可能也没有人想要理 他们就自己个人住 然后 刚才我讲了嘛 这些 他们死了很久才会被发现 到那个时候那个尸体已经烂掉了 然后家属啊 那个老人的 孩子或者是亲戚 也不会想要去认领尸体哦 因为他们 很多人都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很不吉利的事情 谁会想要去认领尸体 所以这些老人就很惨咯 自己在家里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就这样孤独的死去就算了咯 也没有人要认领尸体啊 他可能就这样死不上身之地 说不定 或者是让政府 随便处理 也很难讲的嘛 所以孤独死就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啊 但你知道一个国家很多老人孤独的死去 也会对这个国家有一种负面的想法嘛 是不是 然后他也会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啊 就是如果整个社会都是一些老人 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就下降 经济能力也会下降 因为很多老人嘛 老人也无法工作 这样就没有得赚钱 国家就不会发展咯 这样 虽然是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啊 因为很多人咯 很多人也没有想要生孩子 如果没有要生孩子咯 这个国家就会剩下老人罢咯 这老人 然后国家生产 国家的经济就会不好 我去找了一些影片 这个是在新加坡的 他是有去采访一些独居老人 你看这个影片你可以更深一步的了解到 这些独居老人他们自己独自在家的情况是怎样的 然后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啊 你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是非常的不好受的 自己独自居住很多年 那个感受是不好的 看一下 自己一个人住 在讲话 没有声音 摆了好不好 哎呀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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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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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看字幕啦 我看很大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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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